一项发表在知名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 PLS1的新报告指出 在科学家定位了四组基因 且对比当中的基因数据之后 发现有一部分人群 特别能适应素食生活 换句话说 这直接解释了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坚持吃肠素 而一些人却很容易失败 不过 科学界至今仍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如此发生 此外 研究人员还相信 虽然人与人之间 在消化脂肪方面各不相同 但是基因学和消化过程之间的链接 或许未来可以帮助美食专家设计出 可针对个人定制化的饮食结构 且扩大这份研究 还可以向有同样需要的族群 提供定制化的饮食与养生建议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